作为中国人,我感觉中国的谎言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是什么让这种事情横行,想了想是国家的需要和默许,厉害了我的国。 老大爷提的时间地点人物场合,全都精确到细节,有着记忆力还害怕的老年痴呆,让二十多岁就想不起昨天吃了啥的,我情何以看。 个人觉得能在那个直播上买东西的人,本身的思考能力也堪忧,本身在那里买东西的也未必会真的以为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品牌。 为何不拿着小野匠的视频截图到东京海关去检举它,这样海关就有案底,下次它就进不来日本了。 它的签证将被全部取消。 中国的现状是假货横行,广告欺诈遍地,食品安全依然是中毒危机。 每年癌症患者三百多万人,因为食品造成的疾病不计其数。 别闹了,顶多是大骗子看不惯小骗子而已。 极度人家赚钱多,哪个中国人登陆日本没被骗过? 只是要看自己心里承受能力而已。 买货的人里,肯定有一大部分都知道是假货,无非是没钱又爱装逼的货色。 这类市场需求的存在,自然造就了这批投机的商贩。 呃,个人没有用包的习惯。 但这种卖假包的直播我在微信上经常看,说得跟真的一样,就是图个新鲜,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包。 这个做中日贸易的大叔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大叔表达能力好差。 从来没觉得看王局的节目能这么费劲,不过这个题材挺有意思的。 支持这位线上打假。 在西方每一个公民都有社会责任,即使没有侵犯到你,大家都会主持正义路见不平,这样社会文明程度才会越来越好。 只有王局敢于揭露法轮功的真相,王局加油,愿主耶和华赐福你,并且做你的磐石,做你的山寨,做你的避难所,做你一生的保障。 他还没有搞清楚日本很多企业造假历史,德国也有造假历史。 没必要相信日本美国德国生产工艺,验证产品质量去检测机构一目了然。 王局多做一些揭露法轮功真相的优秀视频,大家都爱看,愿上帝赐福于你,扩张你的境界,常与你同在,保佑你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虽然不了解这位老大爷,但是感觉他并不差钱,做这样的事完全是出于正义感给他点赞。 某些中国人的行为在日本真的给中国人丢脸。 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但是永远不要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也有可能会照耀你。 一个好汉三个帮世界需要热心肠,这位大哥太牛了,谢您为了接下这些鬼的话皮所做的一切。 这些人为了赚钱没有底线,出卖良心骗取同胞,这是让自己断子绝孙的节奏啊。 没用对方法,应该去联系日本当地有影响力的媒体。 媒体最喜欢报道这类新闻了,特别是右翼的,只要一上当地媒体,这是一定火。 支持他打假。 现在美国有些大学教授直接在课堂上讲中国人制造假货,祸害世界人民,没有一点道德底线。 我们华人听了脸发红,感觉很丢人。 能穿久的鞋一般也不会坐飞机去日本,这都是设置了条件定向,筛选傻逼,不信的不会看,信的坚信不疑。 就像我是秦始皇,打钱。 一样一样的。 小野是在日本硬闯婚礼吃习,偶然黑红的。 一直这样在日本卖假货,后来跟日本小春王老板一起合作,再后来两人掰了。 华人圈里大闹了一番,这老哥是咱东北同胞好像正义的样子,实则不明大意。 人家高仿和擦边都是低价啊,人家没有高仿卖正品的价格啊,不算骗,这叫擦边而已。 我觉得打假为社会做贡献非常支持,并且有收入不是双赢的事情吗? 如果采访者可以看到,我想说打假赚钱不可耻,完全可以唐正做起来,让我爸妈少上当。 有没有办法联系这位大爷的,建议一下他,不要自己去日本报警,最好联系那些百货店的老板一起去报警,毕竟无论如何,人家店铺的声誉已经受损了。 很心酸,这种问题想整治非常容易,直播平台发现就可以直接封号,地方管理机构可以罚款承介。 为什么不处理装聋作哑而已,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 我不相信买的人不知道酒是假货,这些底层人群酒获得自我满足感,我觉得功德无量。 中美贸易战中就不应该用关税反制,而应该没收相应企业的商标专利权,这就是人民没有人权的悲哀。 那中国的底层人民是真的可怜,愚昧麻木地活着,肉身被荡作人矿, 甚至思想也被宣传机器所操控着,就算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 感觉这位大叔思维不是很清晰,在跟执法部门沟通时候,可能因为抓不住重点被执法人员轻视。 如果有思维清晰的网友愿意陪同这位大叔打假,成功率应该会高很多。 没用的,这么扯淡的骗局,他那些粉丝会不知道吗? 只是他的受众群体就是喜欢买假货和人而已,大家都心知肚明而已,一百块钱买日本欧洲或连人工费都不够。 一个记者,天平掌握严重倾斜,这个人目的是其次,立场上是弱者,也是故意受害者,诈骗团伙集团是强者。 利益受益者,很难分辨吗?尺度不降三分,妄为记者。 个人不对名牌那么感兴趣,如果别人给的话,会要,自己并不那么想买,有一两个足矣。 个人在乎实用性和便利性和自己认为可爱才会买的,和名牌关系不太重要。 不是说的,国内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这些人也要吃饭。 今后这种类似的造假,只会多不会少吧。 到底这乱象是怎么造成的,该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值得每个人思考。 理的行为很明显的诈骗,举报他却这么难。 没救了,假货横行,欺骗遍地,这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了。 难得这位大哥这么仗义直言,不要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健康最好。 王志安同学,怎么没有电报群聊天,你的视频从来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作为自媒体网红,应该发表评论你的看法和提供参考答案。 所有自媒体网民都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要反思的是中国人自己啊,别人看这个新闻,惊讶得不是这个匠人怎么骗的,而是惊讶怎么中国人这么容易上当。 是太缺名牌了吗?虚荣心作祟吧,真是蠢到无语。 做有些事情的理由,其实无非是朴素的正义感的流露。 只是当他人问起时,倒也确实不好意思这么说。 于是,年轻人就说是意识兴起,年纪大了的,就说是预防老年痴呆。 又论证了一个观点,造谣全凭一张嘴,维权跑断腿。 虽然这句话好像不是百分百契合这个视频,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向这位打假先生致敬,他是真正的正义之人。 这么多年没弄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需要购买全球奢侈品名牌目的是什么? 难不成只不过炫耀自己有钱人吗? 我也没看明白,这些奢侈品名片有什么不同参数功能材料加工结果。 中国人骗中国人,找个日本人,不就是中国人卖日本人假货就可以立案了? 大连不作为肯定是有利益勾兑的,在中国正常途径很难解决问题,除非有后台或者借用舆论的力量。 感觉这个大野和小野江多少有点个人恩怨,好多事情说的不全,也不说清楚具体大连警察怎么奚落他。 你说他有多少正义感,估计除了小野江,他也不关心其他的社会问题。 这些货就是专供三杠五线城市农村认知度比较低的人,这已经是一条非常庞大的产业链了,做电商的都知道,只要不出事,国家也懒得管,平台也不会管,因为对平台来说都是钱啊。 向这位先生致敬六十多岁的人,就算财务宽裕,能以横地跑这么多地方打假,确实不行。 现在国内假货泛滥,海外就更不好做了,但无论如何,因为不做,因此我更加敬这位先生。 这个小野江好多好多年前在小红书就翻车过,他拍摄内容与他后期配音的内容完全不符,感觉这个老爷子的表达能力差一些,但是坚韧的精神弥足珍贵,社会恰巧缺少这样的人。 老先生真是个有良知的人,国内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笑贫不笑娼,全民为了钱可以毫无底线。 这么多年了,一直强调物质文明,没人去关注精神层次的建设,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说那些人是傻子,但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捡便宜的那个,对于中共的剥削和压迫也是无法感知到的,他们全体的数量占据了中国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 中国现在属于是烂棋一盘,未来不容乐观。 他骗的都是愿意被骗的人,这种假你打不了的就像厉害国民。 好多年前,我记得在中国看到一段电视卖货,好像价值两万的手表只卖一千,另外还赠送价值两千的金块,上这档的人值得同情吗? 首先,三宅一生也有拉链的包。 其次,打假找警察思路也有问题。 小野匠卖假固然可恶,但这个市场是谁给的? 还不是利用了广大消费群体喜欢贪便宜的心理,又不是法治社会,这种打假也徒劳。 说实话,其实都是知道是假的,不知道是假的很少。 人家就是当高房买的,别说现城市,就是五线城市,现在的你的也都知道奢侈品排贵,几百不可能是真的。 所以,别把人家当傻子了,就是当高房买罢了。 主要还是小野匠动了老爷子蛋糕,但没啥办法。 尤其在出海卷成为国策的时候,好的坏的都向外卷,等别人都不行了,才会收敛。 就跟最开始马老师卷向实体商铺一样,拉低这些行业虚高利润,才会收手。 全球奢侈品名牌都是中国大陆生产集散地,包括英特尔芯片都是四川省生产。 波音飞机在中国大陆供应商一箩筐,空客公司飞机还在天津市生产厂。 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用不了多久,和什么地方生产没关系。 买的人知道是假货,卖的人知道是假货,看官知道是假货,只是大家都不愿意戳破。 买的人有面子,卖的人有利益,看客有瓜吃,只是辛苦了老先生,一个人为了追求真相付出真多。 这不就是国内现状吗? 哎,还是希望人民能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知识水平,骗子固然可恶,但是大环境不给普通人良好的学习和价值观塑造的世界,那这些骗子还是一样有生长的土壤,和些还是希望明智觉醒,这才是最关键的。 中国人认知底,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很容易被洗脑,包括从前的我。 归根结底,还是教育问题,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让人逐渐失去辨别能力。 中国的底层,没钱买养老保险,却添在网上买假名牌,衣服一件又一件地换,换手机的频率直追富二代,甚至恨不能人手一辆电池车,没有认知,还要天享受,然后就岁月一切尽好,这才是这帮鬼穷的真正原因。 中国大陆网购平台,都有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没人管问题很严重,淘宝网客服有时候打电话,叫我和卖家协商,这一次我把淘宝网客服教训一顿,成立处罚机制,十万元人民币到上千万人民币处罚金,才能根本上解决假冒伪劣泛滥成灾。 不明白,为什么国人都那么崇洋媚外,只有说是日本货,法国货,意大利货等就要买,国产货就看不上,而许多名牌奢侈品却是在广东带做的。 为什么不创造自己国家的品牌?女人也是见到老外就想嫁,对自己的同胞却要防要车要彩礼。 买假货固然可泣,但是现实是,这个市场在国内非常巨大,很多三四线农村的人很穷,买不起名牌, 但是又有这种需求,几十块满足个虚荣心,这种人太多了,那些在外打工的小青年没什么钱,一天唯一的消遣就是工作之余刷抖音,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吉利都收购了沃尔沃,中国高仿质量都超越了原版品质,中国品质品牌崛起之路上的必经阶段现在就是。 这哥们在阻碍中国产品的历史进程,高仿就是假。 华人自己在海外注册的品牌就是假吗? 这老哥有多自卑呢? 跪舔外国人和外国品牌哈,中国公然行骗的不要太多,比如五八同城专片学生都十年了还在, 向派出所举报要么说不归自己管,要么觉得自己只负责抓人,没有其他义务, 举报人必须提供能够直接定罪的证据,他们才能抓人。 对你提供的线索各种挑剔就是不愿意立案,这是什么政府啊? 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发现了太多丧尽良心的销售大法,商家无良, 但真正的幕后大手就是抖音平台,大主播大网红售卖假货打擦便, 抖音不是不知道,但是有利可图才会庇护这些假货, 抖音每一笔都有抽成,还有商家的投留费, 这个平台才是最终的赢家。 很多明星广告费,几百万人民币我从来没见过签约金合同看见, 都是媒体吹牛大会和广告商和明星经纪人。 中国大陆基本工资2000元人民币而已, 有钱人4亿人,按照4亿台燃油车计算, 还有10亿穷人需要习近平同学扶贫计划, 习近平同学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最后才说到关键,这种网红和平台, 比如抖音快手这些,都是高度绑定的, 可以说是蛇鼠一窝, 你智假犯假,早都是平台心知肚明的事了, 不想管也不愿意管,所谓的直播带货, 也就是利用信息插载猪割韭菜, 最受伤的还是那些蒙在鼓里, 觉得自己买到便宜好货的消费者。 我自己从事美妆行业十多年, 也看过了平台从微商、电商、直播电商的兴起, 想做化妆品的人到海外注册个商标, 包装成国外进口, 内销给中国人的操作实在是太熟悉了。 视频内的打假人说得据属实, 可悲的是国内没有监管。 非常敬佩这位先生的举动, 打假过程非常艰难。 他打假成本多少, 打假不是为钱就是为名。 我打假为了协助习近平同学自我革命, 推动依法治国人, 有则司法改革明细表量化标准, 实现科学健康民主制度, 才是王道解决中国人三座大山腐败, 土壤腐败文化腐败思想, 造福子孙后代千秋大叶,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40万平方公里龙的传人。 林子大, 就应该什么鸟都有。 没有多种多样的鸟, 说明生物不是多种多样。 价钱不贵, 还能让有虚荣心的人满足一把, 有什么不可以? 骗人的价钱合理, 被骗得花钱不多, 又满足了虚荣心, 双方都高兴。 只有得不到利益的人, 羡慕极度恨使坏找麻烦。 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 能力等于财富。 昨天看完这个视频, 我还想还好, 自己聪明没中招, 今天放假回家, 我父亲给我拿了一支高端日本牙膏, 就是视频里说的贺本锡。 真的震惊, 反回来二刷视频, 似乎没有说这个牙膏本身有没有什么危害, 家里人已经知道骗局的来龙去脉了, 想知道这个牙膏还能不能用了, 虽然是假货, 但是真钱买的。 这位大叔正一感爆棚, 慢条思理, 逻辑清晰, 王菊也是可爱, 还问大叔的动机是什么? 大叔解释了两遍啊, 不是为了钱, 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时间局赶紧查。 我说, 怎么崔老师那里暗讽市场监管不作为啊? 简直就是欠骂, 多可恨, 让举报人坐飞机过去, 就为了当面告诉一句是空壳公司, 多好的公务员事业编啊。 本来大陆人就评价不高, 这些人为了赚钱, 继续透支大陆人国际形象, 虽然赚了钱, 却丢失了更重要的东西。 感谢有这样的人能质疑法律漏洞的欺诈。 不作为的部门, 咱们不了解工作机制, 有可能风险大于收益, 但是却给了投机者钻法律控制的机会, 说到底, 还是市场买账人群素质低, 没有买家这个产业链也不会成熟。 我在日本, 如果是几十块, 明知道是假的, 那我可能也会买哈, 不是贪便宜, 如果穿着舒服, 可能还会复购, 玩笑。 为什么呢? 从来不买奢侈品, 买不起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 也不认可奢侈品的价值。 但是这种冒牌的违法行为, 完全不可取, 强烈的抵制, 这是在盗窃别人和欺骗。 如果有能力假冒, 完全可以自己自创品牌, 一点地做起来啊。 如果品质足够好, 完全可以赢得像我一样价值观的人去购买。 老先生给我的感觉, 有自己的思维模式, 嘴跟不上, 总想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全部表达出来, 观众体验可能差一点。 能看出来, 老先生是个极真诚的人, 就是看不惯这种坑蒙拐骗的行为, 可能节目临场也没准备, 情绪高昂了, 反而没表达出自己的本意。 即使不听老先生自述, 自己生活优渥, 也能看出来, 他这个年纪还有这么强的少年感, 书生气, 说明没有怎么受到社会的锻炼。 总之, 助他身体健康。 从大爷说, 哈昂, 哈昂, 这个口头语, 就知道他是辽宁郊州湾人士, 东港, 丹东, 营口, 大连, 这些个地方长大的, 个人感觉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我对他的一些推测, 数据, 数额, 高度怀疑, 因为从小到大见过这样的人太多了, 这种人喜欢添油加醋的说一些事情, 如果王菊有机会采访小野将, 我相信一定是完全不同一个版本, 油管看多了, 对于把任何一件事情说绝对的人, 并绝口不提对立意见的人, 一定要高度怀疑, 打假, 调查, 事件, 不能问董基, 居心莫问, 疑问朱新, 倒是像采访阿家活佛这样的历史人物, 应该多问些朱新的问题, 而不是只听采访对象讲故事, 其次, 这样的打假故事, 要听两方面人的说法, 虽然我们都知道, 那个傻小野将基本就是个骗子, 但是王菊应该联系他们的团队, 让他们回应, 上访谈也可以, 如果没回应, 应该在视频的结尾注明, 就像一个正规媒体会做的那样, 作为王菊的一个忠实观众, 希望王菊的节目越做越好, 中国大陆公检法都是腐败思想, 怎么可能依法判决结果, 我打官司, 十年验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东莞市人民检察院, 包括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一样, 司法腐败, 泛滥成灾, 没人管问题很严重, 所以习近平同学自我革命, 推动依法治国人, 有则司法改革明细表, 量化标准, 实现科学健康民主制度, 才是王道, 解决中国人三座大山, 腐败土壤腐败, 文化腐败思想, 造福子孙后代千秋大叶,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40万平方公里龙的传人, 说实话, 这种事不仅是日本有, 早在疫情前很多年就开始了, 我在澳门都经常有朋友介绍的朋友问我, 问我一些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牌子, 一听就是内地各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牌子, 各种蹭法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的名声, 但我觉得吧, 这种事很难避免, 算是一种全球自由市场下落后地区, 在信息差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吧, 就是对国外产品长期仰视的结果, 时间长了, 中国的品牌真的做到世界文明以后, 对发达国家品牌的光环大了, 这种现象就慢回消失, 我举报法官检察官腐败思想, 给中纪委举报电话, 都没人管哈, 东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叫我找工作, 不要纠缠不清劳资纠纷案件, 35万元人民币, 结果很多律师, 仲裁员审判员都叫我找工作, 不要打官司, 我说这些人脑袋有问题, 不去解决问题, 怎么找工作, 哪怕找到工作违法企业炒鱿鱼, 不给我工资赔偿金, 我打个屁工恶性循环产业链一条龙, 还能说什么检察长都不去解决违法企业劳资纠纷案件, 能处理我的劳资纠纷案件, 我经常很多人没人支持我, 给我提供解决方案, 东莞市司法局我也去过, 找不到想要答案, 抖音网红直播带货, 卖个屁, 5000万人民币想太多, 有种网红公开销售报告银行卡流水账看, 中国人吹牛大会, 基因由来已久, 我从来不相信, 我只相信参数测试报告明细表量化标准, 从来不信吹牛大会, 雷军同学, 小米电动机动车, 76秒钟一台车, 为什么产能不足? 问题是, 76秒钟一台车吗? 谁看见生产线76秒钟一台车给买家拿到? 按照76秒钟, 一台车一个月生产量, 应该是34105台小米电动机动车, 怎么会产能不足? 一个月交车5000台, 这么少没有34105台, 这是可以每个月交车3万台一年交车, 这是30万台小米电动机动车产品才对啊, 完全没必要, 说它动机不纯, 都放开让所有人都去打假赚钱才好, 只要不犯法, 这样形成一股势力, 才能真正地反击这些骗子商家, 美国股市里还有做空和做多呢? 咋听起来也不道德, 但是正是有了这种机制, 那些财务造假, 销售数据造假的劣质公司, 才没有了藏身之处, 自由的社会, 就是允许不同的力量成长, 它们之间可以形成相互制约的格局, 这样才不至于一边倒, 就像神雕侠侣李青花毒旁边, 注定存在与之相生相克的断肠草, 咱想让人们通过正义感和良心去打击这些庞大的集团是毫无效率甚至徒劳的, 市场经济自由社会所带来的激励机制才是平衡所有恶行的最佳手段, 带货时代实际就是一个骗傻子前的时代, 而且这群卖假货的就是利用了跨国监管的难度, 再加上国内贪腐严重, 所以才会这么的嚣张, 而带货能够给国家创造就业, 促进消费, 促进内循环, 所以只要不涉及人命安全, 上面可能也就是睁一眼闭一眼, 张先生这种执着为人钦佩, 但是这种办法成效可能十分渺茫, 我觉得可以尝试改变一下策略, 例如如果一个日本人买了或者使用了他们的假冒, 伪劣产品, 在日本会如何处罚他们? 另外, 他们在中国销售的伪劣, 假冒产品, 样式是否涉嫌仿制侵权, 药品的安全性, 以及药品成分是否虚标, 是否存在有害物质等, 从产品的漏洞上着手。 王志安同学告诉他去中国大陆全国人大上班, 比较好去立法工作, 谁不去解决假冒伪劣泛滥成灾, 谁就承担罚款100万人民币, 到时候公务员还不得重视解决假冒伪劣泛滥成灾问题, 把中国大陆变成工匠精神国家, 产品质量都是十年标准, 首先中国标准保修期都是一年又不是十年或者五十年标准。 王海同学这些年没听见打假工作干什么去了, 肯定打假赚不到钱了吧, 北京市实体店一大堆破产倒闭了, 新消息官网也是没有人流量, 根本没办法投诉卖家, 卖家又没有工商登记资料放在网购平台看见, 卖家公司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投诉举报, 公务员不像解决问题老百姓只能交学费而已, 真心希望王菊能做一期这背后商业模式的成因, 这些带货博主只是商家的工具人, 指责他们意义不大而挖掘后面的故事, 看到国内造成这样商业环境混乱的幕后黑手就会明白, 这是这样的体质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体质就会产生这样的基因一环套一环无解。 但是真相还是需要曝光的, 这是国内特有的在这样的体质环境下孕育出来的看似不合理, 实则非常合理的畸形经济环境, 可以从反手的方面找原因, 看那些有良知有情怀按照正常的商业规则经营企业的人, 他们在国内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看他们还能存活吗, 这是制度的问题。 这个时代, 滚红尘中如果你捧着良知真的无法站立。 有句话在国内再适合不过了, 所有发财报复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 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法管一, 一个骗子或一个团伙骗子骗了一群低能, 本质上对社会发展没造成恶劣影响。 二、执法成本极高。 对骗子执法将会造成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将以其个人身份, 面对骗子极其团伙的疯狂打击暴富, 无良媒体无耻文人流氓学者也会借机蹭热度, 对基本事实篡改, 避重就轻, 断章取义, 煽动底层低能弱智民众起哄, 不分青红皂白队的执法人员进行网络暴力, 甚至人身攻击, 各种恶意猜测, 所谓的利益勾兑, 甚至吆喝执法部门对守法良民进行所谓公权力抢劫。 上级主管部门网屈服于所谓民意, 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 对执法人员进行制裁、惩戒。 不作为, 不予理睬是基层执法人员为保住饭碗的, 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请高人指点, 基层执法人员如何做到既要打击骗子, 又不能被骗子极其利益集团打击暴富? 这种情况在国内太多了, 套路都差不多的, 里面有水军, 有各种营销手段, 性质都一个样, 不只是抖音, 微信的视频号卖水果的也一样。 我自己有过亲身经历, 在微信视频号里直播买过猕猴桃, 直播间你看着他们给你展示的各种水果, 多么多么好, 那个可能是真的好, 很有诱惑性, 但你真正下单买到手的东西, 却完全是两样的。 我收到的那, 个好几斤的猕猴桃, 没有一个是可以吃的, 很硬很酸, 无法下口, 一开始还以为要放几天, 需要他自己催促一下, 结果直到放到烂都没法吃, 给你发的就是那种垃圾劣质的水果。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在视频号上面买任何吃的东西了。 说心里话, 这个国度的人让人气愤又很无奈, 没有丝毫的道德底线。 当然, 我这个只是被骗了几十块钱, 就算买个教训, 但是网络上这些人母狗样的主播, 手舞足蹈的口声喊着家人们, 亲们的人给你发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真的感觉这个国家的一些人道德水准, 怎么可以低到这种程度。 这位老先生的利益没有错, 不过, 他看不到背后的那一盘大旗, 不是他一个死磕有结果的。 整个局很简单, 国内哪些垃圾产品严重产能过剩, 传统的国货内销的思维, 在国内卖根本目前赚, 他们直接用几年前达芬奇家具那个套路, 垃圾国货冒充海外知名产品, 找那个所谓海外华人在商店虚假上架拍照, 找托冒充海外用家, 营造海外网红特殊渠道拿到折扣架, 利用海外的名堂反倾销到国内割韭菜, 解决国内垃圾产能过剩变现的困难。 至于那些相关管理部门, 他们也是深谙这套把戏的内幕, 难得商家找到门路解决这种问题, 避免造成工厂倒闭潮, 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基本默认这些行为了。 有人投诉象征性地查一查, 罚一罚给个交代算了, 破坏大局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做。 这些黑心营销背后也是国家利益, 他们也理所当然做这个, 之前抖音某知名博主还整一个公司 跑去法国波尔多卖红酒呢, 至于卖哪里产的红酒大家都懂的, 都带着使命和任务啊。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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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